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土木工程系吴敏谦老师 本课程之客户名称为风险管理 主要开在土木工程系研究所硕士班的课程 学分数有三个学分 那我的联络电话跟电子邮件信箱地址请参阅投影片 那我的办公室是在新华楼L207 那我个人的专业领域主要在营键管理相关领域 那所以说各同在休息本课程期间如果有相关问题 欢迎利用留校时间到L207找我讨论 至于留校时间请参阅我们需要的学员咨询系统里面的公告 本课程的科目宗旨主要介绍风险管理之基本知识 课程涵盖了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 风险分析程序 风险管理对策等主题 期望学习者在休息本课程之后 能提升其在风险性环境下之土木工程问题的决策能力 关于学习目标方面 在知识方面能够依据土木工程风险来源之基本知识 进行风险辨识 配合风险分析方法评估风险重要下之最佳决策 在技能方面能够活用决策术 效用理论 统计学观念 建构风险分析模式 在态度方面能以系统化方法分析 解析风险重要下之最佳决策 学习对象主要本课程是在探讨土木工程生命周期 可能遭遇的风险的分析方法及管理对策 并非财务金融领域之金融避嫌理论及工具探讨 因此本课程主要是适合土木工程背景之同学选修 休息本课程需具备的学前能力包括以下两点 一 曾休息统计学 工程统计 或工程获完率相关课程 二 对系统化分析方法具有热忱 且有提升个人决策能力分析之学习动机 在学习方法的建议方面 课程预期方面 只要依照课程规划预期上课讲义及参考书籍 在课程中则建议积极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依照进度观看课程 以及排定的时间准时到校参加面授课程 课后则是要预期上课讲义 如果观念未了解 应重新观看课程或面授时间 请老师讲解 亦可利用老师的课业辅导时间 到教师研究室跟老师讨论 教学大纲第一周 主要规划学习主题 是老师跟课程简介 那还有风险管理的一个整体观念介绍 包含风险管理的发展历史 内容 分析程序 及处理策略 那所规划的学习活动 主要是请同学到 讨论区发表个人休息本课程的动机跟目的 那上一方是规划到校授课 第二周的学习主题 主要介绍风险之定义 构成 还有它的特性 在学习活动部分 包含第一第二单元的自我评量测验 那此外 这一周的上课的作业 主要是请同学收集风险管理相关的书籍 书目 还有讨论评议这些书籍里面的一些 正于风险管理的内容差异 那上课方式是到校上课 第三周的学习主题 包含风险管理之流程 还有风险来源 从施工阶段 设计阶段 从政治 还有一些法令 跟其他相关因素来探讨 工程的可能的风险来源 在学习活动部分 主要包含自我评量测验 还有呢 针对可以指定的工程类型 由同学上网去讨论 这些工程类型 有哪些可能的风险来源 上课方式则是到校上课 第四周的学习主题 为工程专案 风险分析步骤 还有分析模式 主要探讨 大型工程专案的风险来源 还有风险管理 这个分析模式的建构步骤 学习活动主要是 自我评量测验 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五周的学习主题 为影响图的建构 那主要是 介绍怎么样去把那个影响图画出来 那至于学习活动 主要包含自我评量测验 还有针对我们上课 介绍影响图建构方式 请同学绘制建筑投资开发案的影响图 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六周的学习主题 为量化风险分析方法 那主要大概介绍敏感度分析 系统模拟 决策数分析 进行概略介绍 学习活动部分 主要是自我评量测验 还有请同学上讨论区 去讨论量化分析方法的一个优缺点 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七周的学习主题为 风险对策跟处理方法 从风险避免 减轻 移转 承担四个面向来探讨这些处理方法 那学习活动主要是自我评量测验 另外在作业部分 主要请同学收集 工程风险对策的一个案例资料 那请同学去探讨 这些案例资料里面的处理对策 它的优点缺点适当于否 那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八周的学习主题 为风险管理之应用时期 从工程可行性分析阶段 规划设计阶段到施工阶段 探讨每个阶段导入风险管理的适合性 跟它的价值 那此外就是探讨 为什么问题会造成决策的情况底下 适合风险管理的进行分析 那学习活动主要是自我评量测验 那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九周主要是其中考周 因为我们并没有另外再安排 其他的学习主题 主要学习活动就是其中考而已 那当然是要到校去参加考试 第十周 学习主题为系统分析的精神 跟分析步骤 那学习活动则是自我评量测验 那此外请同学到讨论区 去讨论这种系统分析方法 一些陷阱跟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 那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十一周的学习主题为决策术 从决策术的一个建构的两大要素 跟决策术的建立步骤 为主要一个学习的内容 那学习的活动包含自我评量测验 那这一周的作业主要是 请同学绘制一个建筑开发案的一个决策术 那主要可以利用之前影响图的 一个建筑开发案的影响图 在这个单元部分把它转化成决策术 那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十二周的学习主题 主要为几率概论 那大概是对范式图做简单介绍 那此外对事件几率的运送方法 也会包含在这个课程的学习主题里面 那学习活动主要是自我评量测验 上课方式是到校上课 第十三周的学习主题 主要是复合事件几率的计算 包含几率的加法规则 还有条件几率 惩罚率 还有独立事件几率的探讨 学习活动包含自我评量测验 这周请同学到讨论区里面去发表 对复合事件几率特性的一些 对工程角色的问题有哪些类型 那上课的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十四周的学习主题为备式定理 那针对事前几率 事后几率进行一个探讨 那此外就是用几率数 还有备式定理 以这种方式来分析情报价值的一个方法 学习活动包含自我评量测验 还有利用备式定理来分析事后几率 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十五周的学习主题为随机变数 包含非连续的几率分布 跟连续几率分布函数的一个介绍 那学习活动主要自我评量测验 讨论区的主题包含一些变数的 随机分布形态要如何决定 那这一点就请同学到讨论区去讨论 那上课方式为到校上课 第十六周的学习主题为校用理论 从校用理论的一个基本观念 到一个校用曲线的一个怎么去订定 还有校用曲线的特性进行介绍 学习活动除了自我评量测验以外 有加一个作业就是请同学去绘制 个人的一个学习的校用曲线 那大家讲 然后至于说规划的上课方式 到校上课 那第十七周的学习主题则是在前一周的 效用曲线 怎么样跟那个决策术的分析方法做结合 那从把以前的从收益或支出的一个 贡献值把它转成效用 然后进行分析 学习活动主要是自我评量测验 那第十八周是期末考周 因此我们安排的学习活动就是期末考 那就没有在另外定期学习主题 那也是要到学校参加考试 在成绩的评量方面呢 主要是到校跟到课记录 就平时成绩占30% 其中考成绩占30% 期末考成绩占40% 那至于未来学习方向呢 各位可以用这个课程 继续学相关课程 例如像决策分析 那衍生可以往下学习 硬件管理或专案管理 那欢迎各位同学来选修这门课